Hello大家好,这里是9条,欢迎收看香格力拉边境漫画解说 上回说到,面对西奥维亚的流星 三勒选择了力打吃换的诅咒监狱 采用B战的方法拖延时间 而西奥维亚则是觉得这样的战斗太无趣 结束了第一局 主持人发现刚才在第一局的最后 三勒并没有任何行动 而官方人员表示选手的设备没有故障 解说员说虽然无名和无脸选手都很有实力 但是都没能打中西奥维亚哪怕一次 看来炸药分队里唯一能与其较量的就只有监狱了 夏末会觉得刚才三勒在最后甚至都没有反抗 该不会是因为觉得差距太大放弃了吧 三勒想起刚才对方觉得失望所说的话 以及自己最开始放的狠话 原来自己只是在自嗨 不管如何狡辩 他都要承认在第一局里自己确实是没有想过如何赢 只是想尽量的拖延时间 不过仔细想想 自己暂时离开了相近特地来这么远的地方 从头开始学习这款游戏还进行了如此令人羞耻的cosplay 结果只是要在几方的王牌到场之前被退场 甚至还被对手嘲讽 被观众看到自己被暴打的全过程 这一切都让桑勒的愤怒之爆表 此刻的他代入感拉满 他理解了反派诅咒监狱的感受 他痛恨眼前的英雄 眼前的执法人员 他想要大闹一场 他直接朝眼前的人群扔了一把机枪 不管拖延时间了 他要赢得眼前的胜利 桑勒将执法人员的摩托车吸收 获得新的形态 局外的潘西亚共问夏木会 知不知道桑勒和监狱的对战成绩 夏木会说 听说是监狱的胜率有七成 潘西亚共则标示那是总战级 而如果把条件限定在他们之间所有的第一局 那么桑勒的胜率可就高多了 此时西亚维亚来了 依旧是高频率的踢机 桑勒尝试出击并没有命中 西亚维亚觉得 对方虽然扬言要大闹一场 但实力远远不够 他发动技能拉近距离 三勒启动腿部的车轮拉开距离 西亚维亚迅速追上 加他踢得失去平衡 三勒甚至要抓住超高速移动的流星极其困难 机会只有在对方攻击之后 那一瞬间的停顿 对方肯定觉得 自己这个不知名玩家不可能抓住这个瞬间 然而 三勒可是历经各种游戏系列的九级玩家 抓住了西亚维亚攻击之后 还没收回去的腿部 对方感到惊讶且疑惑 三勒在失去平衡的这个时刻还能做什么 下一刻 三勒左肩的车轮接触到地面 立刻开始转动 于是 他的右手获得朝向上方的力 与此同时 左手将对方拖过来 左右手合作 统击西亚维亚的腰部 直接将其大幅度击飞 并搭进了上方的大楼里面 三勒直呼 战斗爽 有多爽 看他的脸就知道了 可以误奉贤见鸟头 观众在欢呼 这是西亚维亚今天第一次被击中 他的队友也感到惊讶 而西亚维亚也意识到 自己低估了对方的技术 然后他仔细一看 不对 对方不见了 下一刻 地板碎裂 原来是三勒的下方进攻 西亚维亚一脚将其踢开 毕竟空中还是流星的主场 他连续踢击全数命中三勒 三勒落地 抓住一块石块 然后启动腿部的车轮 让自己高速旋转 接着 凭借自身的速度投掷出石块 西亚维亚觉得 这种招式的准备阶段 过于明显 毫无用处 他发动技能轻松抖开石块 结果 眼前却又出现了新的投掷物 摩托车 他尝试闪躲 但是来不及完全避开 推步被击中 三勒表示 他有两只手 投掷两种东西 很合理吧 原来除了左手的石块 他将右手的摩托车 也投掷了出去 他趁势追击 正面冲撞对方 西亚维亚看出来了 对方也是那种 擅长把对手带进 自己节奏的类型 三勒说 现在才发现 太晚了 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刚才那个 只会防守必战的耸乐了 局外的潘西亚共说道 其他的职业玩家 在思考如何攻略 西亚维亚的时候 总是觉得 应该防守反击 然而 西亚维亚能够根据状况 调整进攻节奏 灵活和爆发 才是他的强项 如果玩家单纯 依靠防守反击 很容易因为 他的进攻节奏改变 导致自己 完全陷入他的节奏 因此 关键在于 强先出手 让西亚维亚做选择 夏末会觉得 这太难了 面对这种顶级玩家 有时要强先出手 有时也要防守反击 简直是地狱难度 是分作猎人三乐 最爱的游戏 双方的鞋量 都所剩无几 虽然总的来说 西亚维亚的攻击 命中了更多 但无奈 伤害差距太大 所以在鞋量上 还占劣势 局外的人觉得 搞不好 这个叫无脸的怪人 真的能赢 此时 三乐在赛前 摄入的咖啡因的效果 达到了最大 他已经嗨起来了 他的攻击 已经完全能够 命中对方了 他翻过来问 西亚维亚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 自己真的要赢了哦 我一曾想到 对方只是两眼发光 说到 素晴 三乐 本当に素晴 局外的人没懂 这话锋怎么突然变了 三乐本来是想嘲讽对方 也被这突然的称赞吓到了 呃 谢谢夸奖 西亚维亚的鞋量 仅剩一丝 这种再被大众一下 就要输掉带来的紧张感 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 他要收回 第一局自己说过的话 现在和三乐的战斗 让他觉得很激动 所以他想尝试一下 他想知道 眼前的这个人 究竟是不是 自己所期待的 诅咒监狱 接下来 他要发起正面的权力冲刺 他希望三乐来尝试 攻击自己 局外的队友觉得 西亚维亚已经过于兴奋 竟然想用这种方式 来处理残局 夏末会觉得 三乐应该不会应战 因为如果这下没打中对方 他就要输掉这局 那第五场就结束了 潘西亚维亚则是觉得 现在的三乐 已经上头了 三乐觉得 太好玩了 全美第一 向自己发出正面挑战 西亚维亚启动脚步 开始冲刺 三乐扬言道 要把对方捶烂 西亚维亚每踏出一步 都在加速 转眼间便拉近了距离 在这以前 和他交手过的诅咒监狱里 虽然也有很强的玩家 但他总觉得 缺了一些东西 他想要较量的 不只是实力强的玩家 更是能让流星发出呐喊 想要全力去击败的对手 也就是真正的诅咒监狱 三乐虽然上头 却也明白 单靠自己吃换的拳头 无法命中这种状态的流星 利用双腿的车轮旋转 来加速手部的攻击 然后等待恰当的时机 这让他回忆起 一千万各种奋作的经历 以及 面对伪扎卫门的天青时的 那种感觉 三乐的右手下砸 西亚维亚全力前冲 双方的身体交错 而后瞬间拉开距离 结果是 西亚维亚传挡而过 在地上流出笔直的花痕 他称赞这一局三乐的操作 能够驱使重心装备 连续快速进攻 即使是他自己 也没能 完全堵开 西亚维亚的肩部 被刚才的下杂 擦过一丝 血量归零 第二局 三乐获胜 局外的观众再次欢呼 在今天以前 他们没有想过 西亚维亚能够被这种 不知名玩家战胜 他的队友 也很久没有看到他 玩得如此开心了 夏姆慧甚至还无法 相信眼前的状况 他拼命地摇晃潘西亚供 潘西亚供表示 冷静 冷静 三乐在想 刚才自己的轮胎 在高速转圈 而对方却可以从中穿过 这真的是人类 能够拥有的操作吗 他想起 刚才对方说 自己很激动 而此刻的三乐 也同样的兴奋 西亚维亚在想 如果刚才 他不尝试 回避对方的下杂 目前的比分是1比1 接下来 双方要以最高昂的斗志 进入决胜局